當您把Sizer這個程式下載之後並執行它 那您在工作列上面會看到這個圖示 目前它最新版本是4.0的版本 它的快速鍵預設就是Ctrl加Windows加3D 那麼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你只要點到你要設定視窗大小和位置的視窗 按下CtrlWindows加Z它的選單就會跑出來 那它裡面已經有內建了一些預設的版面視窗大小 所以您可以直接選擇 這樣就可以直接套用進去 那第二種方式呢 以我現在的需求來說 我需要為這個教學直播呢 我希望我的視窗可以擺在類似這樣子的大小 那我就可以把視窗調整好它的大小跟位置之後 按一下CtrlWindows加Z 把這個設定 儲存起來 裡面呢就會記錄的它的寬度高度 還有呢我們視窗距離 左邊距離上面的一個 位置 甚至呢您還可以直接指定 這個設定的快速鍵 完成之後 把它儲存起來 下次就可以直接套用 以我現在這個來說 我已經準備好三個 這裡有三個 那如果呢我想要上線上課程按一下 它就會自動調整到這邊 即使呢我把它隨便亂擺 按一下它就回來 第二個 我可能還要預留一下 我們有字幕的部分 在這邊我是使用MyViewBo 它已經可以幫我加上字幕 但是呢它的字幕位置比較偏上 所以我在這邊就會需要這樣子的功能 我希望它視窗可以低一點 所以我還是按一下它的快速鍵 就自動把字幕的空間留下來 這樣子呢我就不需要每次都再重新調整這個視窗 以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其實Sizer在我們使用上蠻方便的 可以減少很多我們調整視窗的時間